主裁判的是郭宝龙,两位助理裁判的分别是王德馨以及张美琳 从这个边追到那个边 二点球上岗,再把球传到进去里面 宇文君的几球传出 结果 看这个球 一个凌空的勾设 但是从这个位置来看 宇文君像是越位 如果画条线的话 宇文君有可能整个侧面都在下 对 外围,突石棱镜 角度打得相当不错 但这次呢,郭宝龙英国有备而来了 两个都在 外围跟上这一条舍门 杨世元 二少杨世元打得非常漂亮 球直窜往底 看上岗队率先取得了进球 吉强任一球开了进去里面 投球 两边都不可避免啊 受到这样的一个大赛氛围的 哎呀,看里头 上岗队利用中场任一球的机会 再一条鞋船给他进去里面 五号石科 穿插到对方防线的背后投球 但同样也是 有阅位之前 这几分钟呢 特谢拉又重新打回到自己最擅长的左边路 对 来看一下 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是有一个背后 我们看非常明显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推嗓 甚至是有点拳击的这样一个动作 这一下 无疑的虚跑 奥斯卡 开起来到前点 投球摆到后点 投球 哇,今天上场的比赛 上岗上岗 几乎在每一个定位球的处理方面 都很有设计 是 上面是里昂呢 一直没有找到这个踢出的方式 哎 下场底线 周云的起球传终 给到前点 就是吉强 在这个位置出现 但可惜 这个投球 吉强 脚球盖起来 投球 李扬 调整的有点 有点耽误时间了 哎 自己又形成了过人 再想传 投开这个花絮不说呢 或投开这个动作的 慢镜头连续的回放不说 从下半时的这样一个 左右两边轮番进攻的情况来看呢 要比上半时这样的 松仁依购 进攻上改善好了很多 嗯 要叫牌 是什么牌 红牌 红牌 将松仁依购获得了脚球的机会 结果开到门前 都是人 外围 转射 进去里 球停下来 第二道 武西 二领球的机会 左脚 挑射破名 挑射破门啊 一比一平 打得很聪明 而且第二反应非常快 这本来呢 是一个追身球 球在两腿之间倒不过来 转身马上是个措施 来不及发力 这个呢 就得看那个佩雷拉是不是愿意去打这个加时赛 嗯 进去里面 双方的争抢 攻防两队啊 都有人倒在进去里面 嗯 将苏宁一阁队认为 上海上岗在背后 把这个身材高大的桑碧尼放倒 我们看包括米兰达 包括李扬 田怡农啊 都在 围追主裁放 最后是李胜龙这个左肩膀 嗯 撞到这个 桑尼尼的后背上 接外球 按照图维棋 稍作调整 进去外的一道 很有力的斜射 嗯 球打偏了 太被动了 对 嗯 所以对 郑菁孙天义骨来讲 奥拉洛优来讲 也很希望 赶紧90分钟进去解决问题 传练在圈里面 挑射 哦 就差一丁点啊 克希拉的挑射 打到了边网上 吉强被换下之后 我们看大力边点球 改由周云 二点球 无锡 周云 周云右脚传起来 去后边 周云右脚传起来去后边 周云右脚传起来去后边 桑尼尼 周传得不错 这条球打得太漂亮 关键是谁呢 特希拉这球做得很舒服 再来看一下 非常冷静 原地 像定位球一样 而且是在罗径的右脚上 其实我们看这球啊 特希拉的脚后跟柯传是有点力量小了 罗径有点跑不过 但是他要急挺调整 霍尔克左路 大大阵区里面 往中间横走 蹚大了一点 外围 再横推 没有射门机会 再打 捕射 连续两脚固抽 连续两脚固抽 封出了自己 前队友的射门 没有射门